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的话报道说 实时飞机上有三名尼泊尔机组人员 还有16名乘客 包括10名印度人 2名美国人 1名日本人和3名尼泊尔人 坠毁的飞机属于一家私人航空公司 事发时 飞机搭载着外国游客 刚刚结束山区观光 一名参与救援的尼泊尔军方士兵说 恶劣天气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事发时 加德满都及附近山丘乌云笼罩 目击者也表示 事发时天气雾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